9月13日,石家装士马勇慧在女子12岁,组次成为100米混合勇接力赛夺得金牌,这也是他在本届河北省运会游泳项目上夺得的第12枚金牌。 当日,河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暂时加装结束,记者耿辉是河北新闻网9月13日讯,记者将今天为期五天的河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在石家装全民健身中心落下帷幕。 从比赛成绩来看,河北省青少年游泳正在发生可喜变化,一批新秀涌现,整体水平提升9月9日,本届河北省运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第一天,在男子13至14岁组1500米自由游决赛中, 来自石家装队的张成硕,就以15分55秒83的成绩,创造了新的河北省业余主记录。 9月11日,他又以1分57秒71的成绩,打破了男子200米自由游,河北省业余主记录。 9月13日,石家装是张成硕一二,站在冠军领奖台上,他在本届河北省运会游泳项目上共夺得七枚金牌,是读金最多的男运动员。 当日,河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暂时加装结束,记者更会是表现出色的还有来自石家装队的12岁女孩马勇会。 他在所参加的13个项目中,收获了12枚金牌,1枚银牌,自游泳,蝶泳,杨泳的全能表现让业内人士赞叹。 就和北省游泳队领队李超介绍,除张成硕和马勇会外,本届沈运会还涌现出了陈一多、王思宇、张文一等一批新秀,参赛选手成绩普遍提高了不少,每个年龄段都有几个好苗字。 李超表示,通过此前集市的表现,以及本届省运会比赛的成绩,已经由近20位选手通过了省队考察,如果选手和家长没有异议,接下来将为他们办理调入手续。 这将是历年来省队一次性调入队员最多的一次。 9月13日,石家庄是马勇会赞女子12岁组400米,混合勇比赛中夺冠,她在本届河北省运会游泳项目上共夺的12枚金牌。 当日,河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暂时加装结束。 记者更会是此外,本届河北省运会情狂打队强势崛起,打破了以往石家庄,保定让队对游泳奖台的垄断,新海、廊房、邯郸等队伍,也有多没金牌入掌,各地队游泳都越来越重视,助推了我省游泳水平的整体提升。 河北省体育局游泳中心竞训科科长王晓玲说,扩大选材范围,怎在比赛场次见成效问取哪得轻如许,没有源头活水来。 这个河北省运会周期,2015-2018年,河北省体育局游泳中心,出台了一系列赛事改革措施,收到明显成效。 首先是打破了以往只有个地体校队员,才可以参赛的限制,鼓励培训机构,俱乐部等单位,参加处整运会之外的所有顺级比赛,取得好名字同样奖励,这有效提高了个俱乐部的参赛积极性,也扩大了我们的选材范围,现在经常参加顺级比赛,的俱乐部有十多家。 王小林说,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河北省游泳俱乐部,已经超过50家,这还不包括一些培训机构,短期培训班,鉴于不少运动员训练成绩很好,但缺乏比赛经验,河北省体育局游泳中心,大幅增加了比赛场次,一切每年只有三个省级比赛,从2015年开始分为难,被两个赛区,将比赛增加到了八个。 几年下来,运动员们的比赛水平明显提高。 王小林说,据悉,目前河北省注册的游泳运动员已超过3000人,比四年前增加了1000多人。 数量是全国前列,因为参赛选手数量多,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,运赛淘汰率达到了三分之二。 在512人的指赛参赛人数仍创省运会新高,河北省游泳教练员队伍也正在壮大。 目前全省各地具有专业对执教经验的游泳教练员已接近200人。 诚然,目前河北省真正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运动员,还只有李宾杰登少数几人。 如何游泳变强是河北省游泳急需解决的问题,但随着塔基的不断酷实及高水平新宿的不断涌现,河北游泳的民间可期,王小林冲紧着。 感谢观看